詞曲 李宗盛 我想最肥是現在的這個階段 可能因為新陳代謝慢了 年紀大了 可能過了35歲開始 真的很難減 我想這三年我差不多肥了50磅 不論我有節食 其實運動我一向都不太喜歡做 但都嘗試去做 但都覺得很慢 當你見到那個效果很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氣淚 所以很氣淚的時候 當然要找點東西打氣 當然又去吃 吃完之後回來就覺得很後悔 但是第二天又開始減 又氣淚又再吃 所以那個身形就在這三年裡暴漲了 如果要跟現在肥的自己說一句話 我會跟他說 加油啊 瘦那個在等你 接下來的目標 我希望減到35磅 有時我都會餵食多了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跟公司那邊溝通得很好 如果我真的吃多了 其實可以跟他們說 他們會根據我的飲食習慣 去做一些調節 譬如他會著重給一些消脂的儀器我 他真的根據我身體裡的需要 而幫我去設定那個療程 就不像以前我參與過的療程一樣 就是 你誰來 其實我們都是給那些東西來的 所以我覺得效果是好很多的 我了解自己多了身體 我發現 原來我現在的深層代謝 是比我真實的年紀 慢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參加了 令到我了解自己的數據多了 原來減肥真的要根據一些數字 和一些度身訂造的計劃 才可以順暢和有效率 在向日葵裡 他有很多機器都幫你針對不同的部位 變成一些很難減的軌鼠位 大腿內側的位置 都可以幫你收緊 出現腳部的線條 我覺得是很好的 最大得著當然是瘦了很多 我由初初差不多174磅 減到現在就有138磅 是非常滿意的 最開心的就是我終於可以去騎馬了 因為瘦了140磅就可以騎馬了 都是達成了一個很大的心願 所以非常之開心和滿意 我覺得在這裡減肥真的沒有顧慮 之前我會很擔心 哇 磅數去了的時候 會不會皮鬆了 或者線條不漂亮 因為始終我肚腩也是一個重災區 我很怕減完之後皮會鬆了 但在整個過程中 向日葵的儀器幫到我很多 因為他們有很多一些 Firming的儀器 幫我去做一些結實皮膚的療程 所以出來的線條都是非常漂亮 那我就沒有擔心了 I am Boss Lady 向日葵 我的No.1簽啟專家 謝謝 感谢观看